吳大人等一下要去檢查身體耶 你記得嗎? 好無緊張的貓咪 不知道等一下要去醫院的貓咪 還在討厭 這個小朋友現在已經 5.1公斤了 每來一次都胖一公斤天 小朋友 剛剛醫生說你的袋也沒讀到 你很棒喔 幫你抽另一隻小 好厲害 這麼厲害喔 好棒喔 抽完了 都寫號的報告 這是貓咪之貓反雪 左右兩邊應該有點 嗯 應該如果有出現第二個點的話就是有問題 喔好 然後這個就是 好 貓心是超好 是沒有的 對 數值都很好 都只有一條線 好 右邊的乎它 左邊的深 嗯 就代表它有問題 喔好 它右邊是代表的是那個 虎太 對 比較淺 那這個的話是 年紀越大 會用 喔有可能的 對那個其實就是抽血檢驗就好 好 如果真的驗到有問題的話就是 就是要去找心腸吧 沒問題 虎太的S光 心臟 喂 是 都是漂亮的 然後很長一條 呵呵 是隻健康的貓貓 然後這是狠 拍的漂亮是因為它胖胖的 我帶我們到家了 到家了到家了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 欸 進來吧 到家了 剛剛在生我氣的貓 好好跑去躲起來了嗎 怎樣 妳是不是肚子餓 媽咪弄東西給妳吃 欸 要不要 妳 哇妳很棒妳好怪 今天看 看醫生怎麼那麼乖 那麼棒 我帶雞飯飯了 我真的很棒 今天數錢檢查 抽血很讚 乖還擠 雖然說照XS光的時候 被醫護人員扎手的時候 這樣腳腳下 他快洗掉了 那妳還是很棒 那個時候照XS光的時候 他有咬我的手手 但是沒有咬流血啦 算是生氣的咬 但是有放過唯一嘛 過幾天 兩週內的話 就要帶虎胎去結紮了 那我們就看看 結紮之後虎胎回來會裝什麼樣子吧 先讓大家好好吃飯 好好休息 來到了虎胎要進行結紮手術的前一天的晚上了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是凌晨差不多三四點的時間 完美睡是因為剛好這陣子忙完過年賀卡的事情 導致呢 我其實在於虎胎要結紮前 電程比較少時間可以陪他 結紮手術前我覺得蠻抱歉於虎胎 我沒辦法陪他更多的時間 然後前一天晚上呢 喔我在開台的時候 他把我的床都尿了一輪 雖然說尿的量沒有很大 但是就是 哇 當媽的真的很難 好的狀況就只有來自於 好險他沒有尿到電腦的線材 只有尿到的是偏部類 因為那個在清洗期即可 所以我都沒有對虎胎太多的動怒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他 與生俱來就會有的一個習性啊 所以我沒有太常怪他 然後盡可能就是 自己勞動多一點的 不然 其實他要體驗手術這件事情是 讓我們捨不得的 然後還有這種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畫面 我想到我都覺得非常心疼 所以我一直抱持著 拜託一定要手術順利 手術成功 讓我們家的虎胎 拿掉小鈴鐺的這個過程是非常順利 且平安然後 再把他帶回家 那我就稍微 來看一下我們虎大爺 虎胎 再過一下下你就要拿掉小鈴鐺咧 你有什麼想法嗎 OK OK 看來你是游刃有餘喔 他現在應該餓壞了 因為手術前12個小時是完全不能進食 也不能喝水的 而且他晚上的那一餐 又吃的不多 這就是被他尿完之後的慘況 趁這幾天好天氣 趕快把 服務類的東西全部都洗一洗 希望小朋友明天手術可以順利 對不對? 你說想幹什麼壞事? 是 陪他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出門 希望等等手術順利 現在已經送完虎胎到醫院裡面 然後他也待在那個手術的籠子裡面了 然後只是 我很不好走到籠子前面再跟虎胎說一下要他加油什麼 所以我只好在門口跟他加油了 我希望手術可以一切順利 然後他們有說公貓其實 手術算滿快的 所以我晚上大概六七點來接他就可以了 拜託 其實他手術也可以順順利利然後健健康康的 拜託拜託拜託 嗨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五點半左右 說實在就把虎胎送去醫院之後回來 我中間呢 就先把這樣 他大爆社後的傑作呢 拿去洗了 所以我想說那乾脆送虎胎去醫院這段期間啊 他不在的時候 我乾脆把家裡全部都整理一遍 去煮一下他的氣味 那就先從我房間開始吧 從暫時下頭還不冬 早安 十二十 millimeter 十二十二髮 十五分之下 十二十四分之下 十四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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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之下 好了 搞定了房間的床座呢 我就要開始把整個家的地板吸一吸 然後另外要開始擦地板 然後以及擦一些牆壁 或者是一些留有 我們家小貓氣味的地方 嗯 一個大工程呢 啊 啊 好了 終於大工告成 我把我家就是她 曾經有留過她 子孫的地方 我都擦了一遍 就是希望 我家小貓可以 呃 等等從醫院回來的時候 會覺得 欸 家裡好像萬人一新 好舒服 啊 很難得打走 我回家教你 超累喔 那我們等等就去接虎菜回來吧 虎菜正在打 爹爹 虎菜 啊 虎菜 媽咪來了 媽咪來了 虎菜到家了 虎菜等不及要出來 好了 不要動了 不要動了 小朋友 啊 打開了 打開了 虎菜回家了 好 你要習慣一下 你最近在戴頭套 齁 剛剛 退症 然後現在還有一點麻醉的 副作用 然後另外 醫生有說 他 應該今天的脾氣會比較暴躁 然後等等要用一點點水 給他喝喝看 要看他有沒有 然後 吐或者是咳嗽的狀況 如果有的話 就要稍微 暫停一下 我的天啊 今天是虎菜 就是結束完之後 回診的最後一次 我們要看看他 到底能不能把他的 天線給拿掉 然後他越來越聰明了 我現在要把他放進籠子裡面 真的要花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把他拐進去 剛剛終於是借了零食 還有冒草的威力呢 讓他進去了 啊 趕快出門讓他解脫了 大家呢 透除 等待醫生的時間 真的讓醫生看 大概不到五分鐘吧 然後因為窗口恢復得很好 所以虎菜已經可以拿掉他的 罩子的物 回歸一條正常的貓咪 然後出門前有答應他回來的時候 會給他吃零食 然後醫生有說他回家之後會瘋狂禮貌 因為他已經兩三個禮貌 沒辦法好好清理自己了 所以他瘋狂禮貌是正常現象 但是就要以防萬一他一直在舔他的蛋皮 所以只要他一直在舔蛋皮的話 就還是要把頭套帶回去啦 然後以後三番兩次的檢查一下 他的蛋皮也沒有發炎的狀況了 如果有的話也要立刻帶 希望我們家小媽咪可以 好好地恢復健康 然後我要去準備他的 零食大餐獎勵他 不用再怎麼說 他也是 沒有詭計意見的 一定要好好安慰一下 已經弄好點心大餐了 有他喜歡的小魚乾啊 肉泥 加餅乾 然後小肉乾 還有化毛膏 對吧 他說他喜歡的零食精華 都弄在這一碗了 然後就當作是 虎太辛苦了 蛤 虎太的這段過程 讓你好好的吃一個開心的 你是最棒的小媽咪 您請過的家是結帳 給你個大大的家 愛你 時間過去了兩個月 虎太結帳完已經休息了兩個月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一直指指不做片尾呢 是因為 虎太結帳完 當天晚上的狀況 還算OK 但隔天的虎太 其實有因為頭照的關係 變得 真的對聲音非常的敏感 所以就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安撫他 陪伴他 讓他能夠趕緊的 平息情緒 然後好好的 把他的傷口給養好啦 因為中間我們在修養的過程當中呢 有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把頭套甩掉 他把頭套甩掉的時候 因為動作太過激烈 還導致他的左前腳的指甲受傷流血 然後不願意帶頭套回去 然後又很想要舔傷口 所以當時我跟我哥真的是相當頭痛 那後來我們要強制把他抓住 跟把頭套帶回去 但是他又會掙脫 所以我們中間其實試了蠻多次 讓他安撫 並且可以乖乖在頭套 然後這個過程其實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跟我哥都很愛他嘛 那看到他結紮而去動手術 他沒有任何能力反抗 然後並且要在身上開這個傷口 就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在中間恢復的時候 就覺得很心疼他 沒什麼活力 然後也不太吃飯 他在過程當中 吃飯都是我們拿到他面前 為他吃的狀況 他才願意吃 然後再加上 就是種種的原因 讓我很心疼於他 所以不敢去錄這個片尾 那終於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已經變成完完全全一隻 少了鈴鐺的貓 並且傷口也全部恢復得非常的完美了 那心情上也恢復得很好 然後也變得非常樓潑 只是因為剛好換飼料的關係 所以其實結紮完後 兩個月他也沒有發胖的問題出現 是維持一個蠻棒的一個體態啦 算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他不是一直 非常胖嘟嘟的貓咪 很感謝他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給大家可以講 他的小鈴鐺 為了把他留下來 是因為 哪一天如果 不太離開我了 我希望他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身體 回到他的 沒有星球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開啟小鈴鐺 記得訂閱 也就不會出過任何一支新的影片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及對於虎太的一個關係 他現在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貓貓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健健康康的貓咪 回復得很好 健健康康 然後陪我陪久一點囉 好不好 可愛死了呢 可愛死了 我們下次再見